哇 真是 按说这个就应该是早餐 这时候买个这吃这算啥晚饭 这一会儿笑话访训 给孩子带来是吧 这次排了快一个小时 太着急了 快一个小时 这家啥时候人多 再晚一会儿 大家下门了 再晚一会儿 那一天没下门 都能拍到账点点 哈哈 没点招账 到10点半拍不完 来看拍到账点 上完课8点 8点都拍账阳队 晚上8点排队 给别人补一个味道吧 好像是 喝酒喝 是喝匀那个味道 哈哈哈哈 喝酒喝匀的味道 那不是醉吗 不是这么厚吗 这是全家福 这是全家福的 正厚啊 感觉嘴小的话 一口还咬下 这没有这么厚 它都得分两个袋子装 你发现没 它一个个和三两袋子 分两个袋子是吧 三三两袋子装 太厚了 太厚吗 咱们发展销里 都是两个人一个 两个人一个分这吃是吧 全家福里边有海苔 还有那种豆豆 然后挺好吃的 哦 全家还能加海苔 还有豆豆 豆豆是什么东西 正在想吃豆豆 不是 它夹这个东西 就瞬间感觉很不传统 你知道吗 他们家夹的东西不一样 孩子是喜欢吃啥口味 喜欢吃海苔肉松的 头儿带他们一般喜欢 要海苔还有双蛋的 加那个酱口 酱好吃 对 我就是煎饼公司酱好吃 还是靠酱 靠小料不太行 你知道吗 它一般好多里边 夹的是一些咸菜是吧 嗯 但它加 首先我觉得是比较好点 没有咸菜 没咸菜 不是跟咸是吧 所以健康来说 用的是一个胡萝卜 胡萝卜不是有小人生 这种说法吗 口感也可以 口感好 不是说比较咸 吃到现在 我真不知道它好吃到哪 真不知道它好吃到哪 你这个面不是杂粮吗 不是 黑白面的 黑白面的 哎呀 这就是郑州最早期 最传统的郑州版的这个 煎饼果 对 以前都是软的 我小时候上学那会吃的都是软的 后还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种 杂粮的那种硬的那种 我觉得那口感不好 还是这个好吃 而且我发现你这个是 是小葱啊还是韭菜啊 韭菜啊 你这个韭菜是一年四季都是这个 都有 这韭菜比吃葱的人多 多一些 它这种作用是去腥 去鸡蛋的腥味 增加颜色 颜色好看 看这三层的薄脆 四个蛋 其中还有一个是双黄的 相当于我又多吃了一个 五个蛋 我在这儿我都闻到这个蛋香了 什么家 两个蛋起 别说我没告诉你们 两个蛋起 鸡蛋多点还是香 煎饼果的本身这种东西啊 很多人愿意让孩子吃这个 就是没什么油 唯一油大的可能就是中间这个薄脆了 但是它吃着一点不腻啊 加三层就是酥酥脆脆的口感 我喜欢吃这种软面的啊 就是纯白面的 不喜欢吃炸凉的 炸凉有点硬的口感 你知道饼是硬的 里面薄脆也是硬的 都是硬 硬到一块去了 吃着就有点肯的话 这种软香 但它加一点啊 就是我要的是最传统的 但它家其实在这个上面 也是稍作改良一下 上面放的是韭菜 好在是撒的不多 我没让它撒太多 韭菜没那么多味 如果是葱花香菜的话 那都绝了 因为每家不一样就在于这个酱量 它家酱调的确实味的香 而且我本身我家四个蛋 其实刷很多酱在上面 吃着都不咸 不错不错 你这个肠这个颜色这么诡异 这是什么口味 这是巧克力的 巧克力 我不相信 你别胡我 你脑袋清醒一点 我说巧克力它们都鲜 你要不要尝尝 怎么可能有巧克力口味的烤茶 这个咸咸辣椒会更好吃 刷辣椒 解锁心 哇 这是真正的 这红里透着黑啊 黑红黑红的 这个颜色都烤了 各位怎么样 哼 啥味啊 这是巧克力 啥可能啊 甜罢口 你别说 这个口味吃着还真上头 真上头